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韩主编 没想到这次任务完成得这么顺利 根据弟已经发来消息 你看看 这么快 怀念的同志说 他们已经把药品和油料都卸完了 大量的华安和马飞 都是给女帝紧缺的药品 还有 上级知道你参与了这次行动 准备给你嘉奖 给我嘉奖 对 我们一直都没有把你当外人看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有点不太习惯 都是并肩战斗的同志 就不要分彼此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时间 我们拿到军列情报的时候 日军的前期计划已经开始启动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上半份的情报 差点就失去了作用 对 必须抓紧时间了 老臣 我们俩要赶回去接亚南 你赶紧给我们俩准备一下同情证 好的 因为�质面的造型 要是广 abnorm的 不便宜 对 装疼 大师 那我老师陪你去 他陪你去 我们就放心 我要是看到他 你有什么话 要我替你转达的吗 我就跟他说啊 我很想见他 有些事情啊 我想当面跟他谈一谈 希望他能听听我心里的话 这样子说别人 你能够解开彼此的心结 我想他一定会答应的 爸答应你 不管我和锦唐之丁有什么问题 爸一定会全力以赴来 维护我们这个家 所以你放心 我和锦唐不会有事儿 毕竟我把他当做自己 亲身儿子看 陈某传票去拿了吗 今天就去找陈某某拿 在你离开上海之前 爸希望能够 把锦唐之丁的问题解决了 这样你就可以好好安心地出国念书 这说必哪一天啊 爸和锦唐也要去找你 那我现在先去拿票 然后再去叫陈某 好 谢谢学书 小姐 要我送你进去吗 不用了 我进去办点私人的事 可能要一点时间 过会儿来接我好了 好 那你自己当心点 我找渡边客长 你说渡边那里出了什么事 他们运送药品和物资的军列 被韩东霖和锦唐他们给劫走了 劫走了 就他们两个人 把一整个军列给劫走了 是啊 他们是根据唐宗年提供的情报 昨天就动了训练 听说他们是在五湖 就换上了自己的司机 然后由他们自己调度 直接把车开到了 新四军的根据地 卸了货 韩东霖行啊 他真敢的 那渡边那边怎么个情况 他正派人在租界里全面搜捕 韩东霖和锦唐 我看他 这回他们的麻烦大了 老短 你赶紧跑一趟教堂 宇飞今天跟锦唐会在教堂见面 老去刚刚把他送过去 你赶紧把他给找回来 千万别让渡边给撞上 去去去 好 这就去 他们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啊 是啊 他和韩主编从昨天出去后就没有回来过 他们会不会出事了 神父 你说他们是不是已经转移了 不会的 因为雅南小姐还在 你今天来 还是要把东西亲自交给叶先生吗 对啊 我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见到他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要不 我去叫一下雅南小姐 你问问她 那样会更清楚 那谢谢神父了 你先等一会儿 我马上去叫她 走吧 走 走 干什么呢 我是做古董生意的 就是个中间人 在哪家做的 没有掌柜的 自己跑腿做的小生意 今天是给夏家看货 走吧 好 好 雅南姐 雅南姐 玉飞 怎么 你找锦棠 雅南姐 锦棠哥他到底去哪儿了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啊 嗯 他跟韩主编出去办事情了 那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怎么了 你找他有急事吗 你找他 明天 我就要离开上海了 明天 凤玉飞 你找人 居民 里面的人 是 回来以后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觉得这个地方 真的不适合我 所以 你现在走之前 再见景堂一面 昨天我就来找过他了 但是他不在 报告 冯玉飞和雅兰在一起 今天必须把人给我抓到 教堂里的人 一个人都不许放过 是 如果今天抓不到 叶景堂的话 就先把冯玉飞给抓起来 只要冯玉飞在我们的手里 叶景堂纵然有天大的本领 也会缴械投降 明白 马上行动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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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们来这儿做什么 这里是教堂 全部允许你们在这儿护来 识相的话就赶紧让开 现在公布局 有一半的董事 是我们日本人 没有人再跟你撑腰了 我不需要什么人给我撑腰 这里是神圣的殿堂 我是神的使者 绝不允许你们在这儿 有什么残暴的行为 让开 不让 让开 不让 抓住他 抓住他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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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鱼妃 雅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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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雅南小姐 你可真不好找啊 报告 我们发现了一个地下室 叶锦棠在不在 里面没有人 其他地方都搜过了 没有看到韩东霖和叶锦棠 告诉我 他们在哪里 不知道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我不知道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他们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 还有 这件事情跟冯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把它放了 我跟你走 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用的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们现在可以不说 迟早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开口 只要你们在我手里 叶锦棠就一定会出现 带走 走 走 快点 拿住点 快走 快 快走 走 教堂出事了吗 雅当神父死的真惨哪 日本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竟然在租界里面杀人 雅当神父死了 要不我进去看看 刚才我还看见 两个女的被抓了 是被日本人抓的 其中一个受了伤 另一个是有钱人家的小姐 这日本人实在太可恨了 人太过分了 走吧 来 走吧 走吧 好了 算了 算了 报告 行动结果怎么样 抓到了 冯玉飞和雅南都抓到了 叶景堂呢 叶景堂没在教堂 教堂只有他们两个 我还找到了这个 冯玉飞身上找到的吗 是 就是从冯玉飞身上找到的 他们人在哪里 已经把他们押到审讯室去了 走 去看看 笔鸭飞身上找到的 见面了 更想不到的是 我们竟然会 以这种方式见面 我也是没有办法 当然只要你们肯配合 我一定不会伤害你们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我爸爸还有锦堂哥 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是吗 那是最好不过了 我就是在等着他们呢 因为我一直都找不到叶锦堂 所以只能等他来找我了 放心吧 我的目标不是你们 而是他 叶锦堂不会上你的当 不用费时间了 我不相信叶锦堂 他会这么轻易地放弃你们 因为 你们是他的战友 是他的亲人 对吗 杜鞭我告诉你 叶锦堂跟韩东霖 根本就不在教堂 他们也不会再在上海出现 你没有机会 可是我有这个 或许你已经做好了 抗慨赴死的准备了 但我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只要有你们在 再加上我手里的这把钥匙 叶锦堂 和韩东霖就一定会出现 说不定冯老板也会参与进来 所有的人都在这儿相聚 这多令人高兴啊 在叶锦堂他们出现之前 好好看着他们 什么 雅南被捕了 对 冯玉飞也被他们抓走了 你马上去打听一下 看看冯玉飞和雅南 究竟是被关在宪明司令部 还是特高科 好 我这就去 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不要去 赌鞭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引出来 现在还不是行动的时候 等小马先去摸摸情况 等他回来 咱们商量商量再做决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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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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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果然是这把钥匙 风雨飞去教堂的目的 很可能就是要把这把钥匙 交给叶锦棠他们 那风雨飞一定知道 保险柜的号码 我在审讯她的时候 她的嘴和鹰 还是什么都不肯说 她现在不说 不等于永远都不会说 现在雅南和冯雨飞 都在我们手里 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 不管是叶锦棠 韩东霖 或是冯楚良 总会有人跳出来 到那个时候 自然有人说出号码 看来 唐宗年的情报 一定还在保险归类 只要我们等到前线一开打 那这些情报就成了一堆废纸 对于他们来说 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对了 赶紧去通知老徐 让她告诉冯楚良 冯雨飞和亚南被我们抓了 我倒想看看冯楚良 有什么动静 我马上就去吧 老徐 你怎么还不走 我说你们没把冯小姐怎么样吧 我知道 你们是想把叶锦棠引出来 可怎么把冯小姐也抓了 这就我怎么回去交代啊 你不是说叶锦棠 今天下午会出现吗 人呢 我得到的消息是 冯雨飞与叶锦棠 在教堂里见面 没说叶锦棠一定会在啊 原本是想利用冯雨飞 把叶锦棠给引出来 你们把叶锦棠抓了就得了 这 怎么把冯小姐给扣了呢 我怎么回去跟冯楚良说呢 你就学着冯楚良的样子 给自己来一枪 要不就随便编个理由 只要不让冯楚良怀疑你就行 这 赶紧走吧 回去还有任务交给你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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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小姐出事了 小姐出什么事 我刚才到教堂去找小姐 发现亚当神父已经死了 还有几个特高科变医的尸体 我找小姐就是没找找我 这特高科怎么会到教堂去 亚当神父怎么会死 不知道啊 教堂里边一定发生过枪战 是谁跟特高科打起来 真不知道 是不是韩东霖那边的人呢 他们会不会把于飞带走了 邓永无所有的人 通租下去 一定要找到于飞 是 老板 老板 于飞没跟你快回来 哎呀 我正要向您汇报 特高科抓走了于飞呀 于飞不是跟你在一块儿的吗 于飞到了教堂就让我离开 让我一个小时后去接他 我刚一走 教堂就出事了 我赶紧到寻补房去打听 寻补房的人说 特高科的人打死了神父 带走了两个女的 一个可能是雅兰 另一个 就是小姐 欺人太甚 老板 老板 我们该怎么办 先回去 等我消息 好 你说这渡边他在干什么 是不是跟锦堂有关呢 抓不到锦堂的利用于飞 哎呀 现在人都被抓了 我们赶紧把小姐救出来 想办法呀 寻补房那边有什么行动 因为涉及到日本人 寻补房还要等 县兵司令部那里的消息 估计挺麻烦的 是不是 找渡边直接谈谈呢 送我去等公布局 哎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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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杜边科长吗 杜边科长现在很忙 没有时间 请您转告一下 我是工部局的杰尔斯 我有钥匙和他谈一下 他现在真的很忙 改天吧 什么 请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都没有 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 是的 还是改天吧 好吧 就是这样 他不接我的电话 你们关系不是一直都不错的吗 人走茶凉了 杰尔斯 你看这样行不行 能不能请工部局董事会出面 来协调一下 或许有点希望 董事会里有两个日本人 我呢 刚卸任 其他的董事呢 对日本人也根本没有办法 封老板 我想你还是到杜边那里去走一趟吧 跟他好好谈一谈 我想可能还有机会 不管你们以前有什么矛盾 去谈一谈 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好 杜尔斯 谢谢啊 真的不会一直打交你了 谢谢 哪里哪里 我先走了 好好好 再见 杜边不接查尔斯的电话 公部局这里已经没了希望 方楚良的心越揪越紧 他知道 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发展到自己无法掌控的地步了 他想了很多种可能营救风与飞的办法 但都行不通 他知道 现在只有唯一一个办法是可行的 那就是自己上门找杜边 有点 如果再过十分钟 马辟你还不回来 我就出去看看 不行 咱们再等等 小马回来了 主编 情况怎么样 雅南和雨飞 现在都灌在特高科 我派人在附近观察 如果他们两个 被转移的话 会马上通知我们的 不知道冯处良 有没有得到 雨飞被抓的消息 我相信他一定有办法 接触到雨飞 要是冯处良 能想办法把雨飞救出来 我们就可以从雨飞那儿 得到雅南的消息 杜边这个时候抓雨飞 一定有什么原因 就算是冯处良亲自出面 雨飞也很难带出来 小马 你再去冯处良那边 打听一下情况 看看他那里有什么行动 好的 杨棺材 有个叫杨棺材的 他给杜边卖过情报 之前他跟我说过 他经过特高科 或许我能从他那儿 问出一些东西来 好 咱们分开行动 你去找杨棺材 我在这里等小马的消息 咱们得到的消息越多 营救雨飞 和亚南就越顺利 何东西 大东西啊 你 我 惡急火燎的 你干什么你这是 你之前是不是经过特高科 是啊 怎么了 把特高科内部的布局图画出来 什么 我再说一遍 把特高科内部的布局图 给我画出来 我之前也是别人带我进去的 我就是大概印象 我画不好 你别管我 少废话 让你画就画 让你画出去 你画得要 你画得要 我只要我画得 然后听我画得要 我画得要 你画得要 你画得要 想象得到 但冯与妃很让我意外 她竟然什么也不敢说 課长 我们对待冯与妃 是不是太客气了点 要不要直接把那个 冯楚良给抓来 不用着急 冯楚良 老晚会自己找过来 这点我很放心 就算是找到工布局的人 也帮不上她什么忙 冯楚良也好 冯与妃也好 要是既然在她们身上 或许她们就一定会有 我们需要的东西 不管是谁先开口 只要我们能得到 保险贵相好就可以了 那您有什么打算哪 冯与妃才是 最容易开口的人 或许我有办法 让她开口 不过一会儿 我来亲自审问她 冬兵 你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 冯与妃 打我 快走 闭嘴 冯小姐 对不起 今天我们的行动吓到你了 不过请放心 这次的行动 并不是针对冯小姐你的 况且 我还是你父亲的朋友 不用担心 我们并不会伤害你 只是要委屈你在这里待上几天 但如果冯小姐愿意配合的话 我可以今晚 就亲自送你回家 我想问的问题很简单 这把钥匙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 我 我不知道 我说过我不会为难你 但这前提 必须是你愿意配合 只要你回答 你马上就可以回家 这是我对你做出的承诺 我再问你一次 这把钥匙 是不是和银行的保险贵有关 冯小姐 我再问一遍 这个 是不是保险贵的钥匙 是还是不是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有这把钥匙 其他的 我都不知道 你真不会撒谎 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可要想好了再回答 记住 只有最后一次机会 渡边 这件事情 跟冯与妃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孩子 你不配做一个军人 说得好 你不愿意 你不肯定 你会让人银行 选择了这样的游戏方式 冯小姐 我在等你的答案 你要想好了再回答 冯小姐 亚南小姐 我知道你并不怕死 但是 你就忍心 看着冯小姐这么痛苦吗 好 我说 我告诉你们 你告诉我 我知道这不过是你的缓兵之计 况且你不会对我们说实话的 能说实话的 只有冯小姐 亚南说 他愿意告诉我们答案 但是我真的不相信他 我给你最后十秒 亚南的命运就在你的手里 十 九 八 七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 不知道啊 六 五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们不要杀亚南 不要杀亚南 不要杀亚南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三 二 二 他怎么别把钥匙给我 他只是把钥匙给我了 后面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我求你了 你不要杀亚南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还没有杀亚南 这些人 就是什么都不能够 我真的能够 我真的不要杀亚南 我真的没有杀亚南 不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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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